Youtube的直播节目 又或者是新节目 还有一个东西 千万不要忘记 这个东西我当然知道 交节目月费来之前买radio 现在除了经买PayPal 还可以经买PayMe 转数快 或者Patreon来交月费 天地有正气 你两个混蛋 随到鼻 独立思考 思考独立 一个时机 卷土再起 天地有正气 主持 姚冠东 阿云 回来第二节 第二节 之前教协就已经解散了 寿终正寻 寿终正寻 用回我们伟大的特首 伟大的节目 我很喜欢周周虎 他说 天地有正气 是爱国爱港的节目 当然了 当然了 说了从来都是 一直都是 当然了 然后周虎还叫我教唱红歌 我爱我的祖国 我一直是要唱歌颂祖国 是不是 不过不是很会弹 歌颂祖国都不会唱 那要学了 要学了 如果你唱红歌正 我们不如改节目风格 每次一开始就 我一句都不识 革命无罪 作坊有年 这首的嘛 其实现在讲革命无罪 做反有理的 行不行的 文字局底下都不肯知 用普通话讲肯定行 教協解散 都没有什么说的 我觉得 也都看到 不止教協解散 也都看到 现在时穷切勒 就是现在在这样的时代底下 所有的以前的 所谓的 争取民主人士 或者组织 或者公民社会 他怎么样去面对 现在这个新时代 也都很设立 香港人的独特基因 即是什么呢 就是有事先走 sorry 有事先走 这些人 即是食神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场面 最后观音 就走了下来 观音下凡 接着郭特超就说 这些人 本来郭特超想拿一把枪 射够观音 然后发现 屌尸不可以的 这些人我全部都不熟 这些人我都不懂 我路过而已 接着观音又如何 只要烏嘴狗 只要猪狗都不如 把他变成一个烏嘴狗 我叔叔真的变成一只狗 这个从这里看 那你就见到 什么东西 有事先走 走为上着 peace 如果刘世良 又怎样指刘世良 不止李永达也是 我们即将想说的李永达 民主党 今个星期 其实我们一向都不想理他 但好笑 今个星期 就发生了一件新闻 也挺有趣的 就是李永达 即是民主党的副主席 即是范燕副主席李永达 他们就突然之间离开了香港 去到英国 连他老婆 但他老婆在香港 陈树英 就在香港 其实到现在都不知为什么他要去英国 不知收到什么封 他不知怎样 还是什么 总之他就已经是我们叫他穿了草 亦都被他的党友 甚至是在坐牢的党 即是在环颜途中的党友 包括尹兆坚和林卓廷 甚至是 就着这件事 就会有很多的争吵 有些争拗 就说他叫人冲 自己松 这段新闻是怎么样的呢 民主党副主席李永达 上星期五就离开了香港 结果就引爆了民主党的内战 其实里面很多人对于李永达的出途 或者对于李永达的着走劳 其实都引起很多意见 也都牵连到 他们到底会不会参与年底的所谓 所谓的毅立法会选举呢 这件事也是他们里面 一个很大的争拗 到底杜火线 是不是因为 党里面对于 参加这个所谓的 未来的新立法会 就是 完善了选举制度之后的立法会呢 是吧 就是会不会继续参加呢 也会有很大的争拗 那结果呢 就揭开了他们 被人看到他们里面中间的内战 该党的中委 苏日恒也都在社交媒体留言 叫人冲 自己冲 是名寸李永达的 该党的副主席 梁立 是不是梁奕 梁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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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赞好该帖文 亦都在个人的IG指 不负责任 不知所谓 引发 引发现因47人案被还押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 昨晚也发炮 得点名批评苏日恒 是契弟 你最没资格发言 又批评他结党结派作沉船拖后脚 同样在囚的林卓廷也发问 指 相信民主党会有绝少数的人 选择拥抱完善后的选举制度 谋求常委 据党内人士透露 其民主党内部斗争已久 李永达出手 引发Folkball Bus过次矛盾浮面 矛盾源于民主党应否参与联体立法会选举 党内主流包括 復出任副主席的李永达等认为不应参选做花瓶 梁不停 苏日恒等少数较年轻的区议员主张继续参选 称民主党参选可救人 有助被捕党友获释 据了解梁益庭近日曾多次主动联络中间人 希望和中央陈情 这样的 现在民主党内可以说是 简单来说分裂了两派 一派主张参选 主要是这堆年轻人 苏日恒 所谓的义夹 老前辈那堆反而是说不要参选 包括离开了的李永达 很明显尹兆和林卓廷这几个 就是反对参选的 有这种矛盾 孤密论 李永达就是时穷之乃健 其实 多有事也好 都不会是李永达 要什么票 这件事很奇怪 不过很难说的 这件事很奇怪的 如果照他所谓的党内人士透露 这个内部斗争 李永达的出走 是引发风波 只是令矛盾浮面 即是他的意思就是 李永达的走 不关什么政治打压事 不关什么事 是纯粹他和他们自己吵架 我走了 因为陈淑英没有走 那就是更过瘾 其实不是着草 不是着草 这些叫做政治走佬 我东说的 发皮四 这些叫做政治走佬 或者叫政治走佬 发皮四 发皮四 走佬 你不敢说 就混蛋了 而李永达这些老黑饼 也怕自己会被牵连在内 因为真的 你现在是不关年龄事 是越出名 名字越久的人 就越有机会要钉进去 要打压他 可能李永达 自己知道自己是民主党的副主席 在选不选这个问题 所以我要解释给各位网友 听一件事 就是 其实在这件事上面 首先 我要告诉大家 民主党是一直跟中共中央 或是跟中央 或是跟权力的核心 是有办法谈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公开的秘密 如果不是 为什么他当初入中联办 一向都是又谈又继 一向是什么是谈 中间有个人 其实有些中间人 负责滑船民主党 所以这件事 由这个新闻都看到 其实某程度上 印证我们当年也是没有骂错 没有啊 当年就很明显地 你自己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所谓 骂了很多年的密室谈判 那些东西 就是他们入行中联办 那你现在 今次有这样的风波 那你还要说 据了解 梁逸廷近日曾多次 主动联络中间人 是 即是他已经是 即是他自己连到线 乳甲都连到线 连乳甲都连到线 以及跟社会说 其实民主党 和中央之间 是有中间人这件事的 那我现在首先要问 你这一班乳甲 你这个中间人是什么 存在了多久 以前 在未出事之前 中间人的什么角色 你们有没有跟中间人 出卖过任何 香港运动的手足 你说 有没有 五区公投的时候 中间人是什么角色 你们跟中间人 这个所谓中间人 到底合作了多久 你们是民主派 你应该是跟 所有的香港人交代的 对不对 你现在说到这样 好了 你预备交代 你说谁是中间人 什么叫中间人 是不是中联办 还是什么办 还是什么人 不知道你要说 还是外国势力 还是其实是恒大那些高层 还是外国势力 还是外国势力 我怎么知道 什么中间人 谁知道你是哪个中间人 屌你了好不好 什么东西叫中间人 你作为一个屌你 争取民主的组织 竟然有个中间人 原来 我们一向都知道 但是原来说出来 原来你能牵到线是什么人 没所谓的 原来你可以牵到线 我可以直接把信息交给你 因为你们都是区议员代表 你们都是民选议员 原来我们有这些诉求 那样东西 我们就和你的人民代表说 然后你去和你的牵头人说 是啊 没错 你要告诉我 你说要什么 你要解开那些结 现在香港摆明你这一套 我们就有些很难受 有些有不同的意见 那你的中间人可以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透过中间人 告诉他们 其实香港人很乖 我们不讨论这么多东西 那是不是可以跟你说 就是你说嘛 原来你的中间人 原来发觉不是 你的中间人 只是为你贵党的利益 只是为你贵党每次选举 有多少个议席 来聊天 就不是为了香港民主的发展 并不是香港民生的发展 原来只是 关乎这个中间人 原来在二十多三十年来 一直都只不过是 关顾你贵党 有多少个议席 在立法会里面聊天 那我就明白 为什么你2016年 你有这么多议席 是不是 就是 你现在不讨论 不讨论 好算 这些都不讨论我 是不是 这些都不讨论我 是不是 我一不讲这些 我也不会再想着 参与什么选举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问题 要指出一件事 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大家网友知道 是不是 我收到封 真的 我收到封 是不是 当然是来自红色的封 我收到封 今次 他们是属于这些花瓶制 由民主党去做 这个是我收到封 的消息 我不知道那个人 有没有脑点我 是不是 但是那个人 是政协 我只能够说 是不是 他一直都有帮 上面做一些事情 那为什么我会认识那个人 因为他是国安 他的名字叫国安 他的名字叫国安 那是个老爸 就是 我老爸叫国安 那不如他叫你做 他有叫我做 他有 是啊 我老爸有叫我做 一定会 笑得我爹 有一晚我和我老爸吃饭 其实说真的 我老爸是不是真的知道 我想他只是一知半解 他只是听回来 听他的朋友说 可能他的围来朋友 讲开又讲 讲开又讲 但是他很斬钉截铁地跟我说 他就说 本来啊 中央是属意 是民主党 其实是给他们做的 他们现在又在反 又在整 就是 其实说反 那个反是什么呢 就是说 立法会总辞 就是临时立法会总辞 那时候 叫做反面 是不是 就是他们反 其实现在 他们呀 你知不知道 国家是很想 有些反对派在那里的 那我们都明白了 这个推测很合理 这个推测 是不是 那你都要告诉别人 我不是的 我有些反对派 就是我都经常说 我一早就已经说 是会将 香港的立法会澳门化 什么叫香港的立法会澳门化 就是说 只是在三十多人议会里 放两三个在那里 就是叫做有空给你说一下 有些新闻coverage 你看看我们国家多宽松 就是我们国家多自由 多民主 是不是 有反对派的 你们那些民主派 经常批评政府是可以的 就是要做一场这样的政治大戏 大家都明白的 是不是 所以现在调诡的位置 现在所谓的那些选举 调诡的位置 是中央如何安插到这些人 有些人肯 而有公众形象 真的比较真实的反对派 就是能够留在议会那里 能够参与这一场所谓的偎民主选举 为什么叫偎民主选举 从一个民主的概念 从一个所有民主的价值 这个选举 这个所谓的完善选举的选举制度 是一点都不民主的 就是我们在说这个事实 我不是反对它的制度 我不是反对 我觉得这样对香港很好 我不是反对这个制度 但是我从客观事实就是 它的民主成分是低一点的 为什么 什么叫民主 一定是普及而平等的 参与和被参举 参举和被参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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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举和被参举和参举 我不用说到这么复杂了 正如你的地方一直少了 我就觉得少了 又不可以这样看 他不可以用这样诡辩解释 就是你一定是所有的 你一定是 民主成分是低的 大家知道 所谓的 真是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 而没有西选的参与度的选举 我们才叫民主选举 这个是学术的definition 不是我说出来的 这个是学术里面 就是说了很多西方式的民主选举 里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你现在不是的 现在你有资格审查委员会 你一定是一个不民主的选举 就是一个有西选的选举 是不是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参与 大家不要误会 说清楚 但是我先把头盔 这样可能会对香港未来发展好 我怎知道 那还没发生 是不是 我不会推测 是不是 可能真的很稳定 没有反对派真的好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从民主的角度 这个是不民主的选举 是不是 那你民主党 你本来就是不应该参与 这个是这样的选举 是不是 其实是对的 李永达说得对的 其实我在想 如果以你政协所说的 会不会是想叫李永达去杀选 不是 吊诡就是 你一定是选择一些 比较出名的 是啊 難道你说什么 素日行良 逆庭 没人设计 所以呢 吊诡的位置就是 现在到底 权力 想怎样 他现在 所有东西都万事俱备 制度改了 所有东西都选不完 欠选举 欠选举 现在就是欠选 放什么人进去 这个大剧院 立法大剧院 不是立法会 正在 casting 正在 casting 到底哪些有资格 是进去 李永达可能是其中之一 李永达 现在就是摆明 因为他反对参加 所以他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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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的是 看那个人的立场 就是说真的 李永达说不参加 你说不参加 那就是不领政治利益 我觉得他对 我觉得李永达是 是OK的 你不参加这一场 不想民主党变成政治花瓶 是对的 他这个 我们真的是是其是非是非 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是不是 是对的 还有林卓廷他们是对的 为什么林卓廷、韩兆堅他们是对的 他已经在蹲着了 政治前途玩完了 他说的话 可信度真的大一点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你应该在还压的时候 他们是不能用电话的 那他这些是谁说的 这些很难 据文就是说 因为还压是每天都可以探访的 是啊 他每天探访都可以的 可能他有个助理讀新闻 你帮我 然后他就立即抄 寫回去了 或者他们自己 但是他有个是立即返回的 是啊 因为林卓廷是立即返回的 林卓廷是立即返回的 林卓廷是立即返回的 是很厉害的 那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助理本 即是已经谈起返回了 谈起返回了 其实是12来的 可能是这样 是时间弹 喂 林卓廷、韩兆堅这些是为党 现在在蹲着 就是为阿公坐着 是不是 喂 我当然是相信他们更多 现在 对不对 虽然偏夜不知道谁死 是啊 但是我们的态度挺花心 真是对 那是吧 大哥 你还压着 你试试找别人还压着 可不可以Facebook更新一些 不要理他 是事件弹 不要理他 但是现在局局就是说 我们知道 即是我们都感觉到 在这个所谓的新立法大劇院里面 他们一定要有一批人 去负责做这些所谓的反对派角色 政治花瓶 我们沽车这样去假设 你哪有政治花瓶的 那是容许有反对派的席位的 因为呢 是真是民主的 这个 完全是选举制度 但是有一堆反对派 全部都还阿紧 那堆一定没得走出来 那你数吧 那你数吧 那我们数吧 教协 其实功能租别 现在打压了教协 没了 没了 那跟着公民党 差不多散班 是不是 你说得出名的那些都好 公民党全部散班 是不是 人力就直接 没了人 没了 快慢必 快慢必都在责里面 是不是 那还剩下什么 真的剩下民主党 还有那些什么迪志远 那些垃圾 那些垃圾 是不是 但是迪志远那些垃圾 你以为中共是傻的吗 他觉得这些根本都不能够代表出所谓的反对声音 不假的 不够头面 不够头面 或者不够真 就是这个老林 不想 不想 太多了 擺明是太多了 那他们属意 就是如果能够民主党肯合作 通力合作 参与这一场的政治大戏 这一场的所谓的 未来的这一场选举 那就变了又去到临时立法会的争论 就是我们说临时立法会的争论 就是有人endorse 这个制度 就是为这个制度去背书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政治上 这个是二十多三十年前的临时立法会 竟然现在又再说回这些东西 是啊 就是二十多年前 和之前的所谓延长一年的临时立法会 你有反对派去背书 是很重要的 就是证明了 你 即是权力所做的这些东西 都是合情合理合法 都是合法的 但是是不是合情理呢 是不是有道理呢 他大大声和国际社会说 喂 我们真是公平公正公平 民主党都参与了 你的朋友 你美国佬的朋友 民主党你们那些 全部都有参与 那就是什么 所以这些东西是他必定要做的 那现在 那现在 是不是 本来我也不会理会 那些所谓 立法会选举的东西 但是 我现在要谴责 郑仲谴责 你这一班 什么苏日恒 你这班所谓的 那些小数年青区议员 主张继续参选 清民主党 参选 可以救人 有座被捕的党友获释 你还有没有天真一点 你这两个人不如 你这些欺语甲 老老实实 你说你等钱花 想上位做立法会议员 就行 说什么 够了 你说什么 够人 够想到吗 这个政治形势 你够够了林卓廷出来先 说话 你够够了尹兆坚出来先 最初最初有过这样的言论的时候 我们都耻笑了一轮 然后其实没多久 好像是林卓廷 他的Facebook 他也都说 你不要拿我的名字来用 你不要弄够我的卡 我没关系的 我不能用你救的 他也有这么说过 你现在还继续在说这件事 那你可以解释给我听 逻辑在哪裏 你整件事 如果你当选 你会跟哪个中间人 哪个牵头人说 所以他们有机会 保释出来 你要说我才知道 要不然你哪有说服力呢 对不对 反过来 反过来说 而你参选 是合逻辑的 但是 你参加这场偽选举 但是你又是合逻辑的 为什么 你们当时捐父郎底 说要入臨时立法会的时候 你们是一样的 那你们就继续了 你们参加这场所谓选举 你就继续了 但是说到底 在市民 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 你们参与这场选举 是为了什么 我们当然是心清眼亮 是吧 我们当然不会叫人投白票 是吧 但是问题所在就是说 你们用这些因由去说 这些这样的东西 你就是昂贵 还很质疑 你骂李永大这句叫人冲自己松 起码这句话一定是先骂错的 李永大何时有叫过人冲才行 从来都没有 冷气军司 花架台 是啊 周围捉鬼 他就在大把 他叫人冲 他都没有人冲 他都没有人冲 你们都不冲 不要说什么 就是说到底 你们这些人 前线我记得最多的 就是叫抗俊宇 你发觉他没有出声 是吧 我觉得抗俊宇 越来越像Mirror和Error 不能说政治 但是又可以继续 就是为那些蓝营中资继续做代言人 这些黄尸继续做代言人 又不能出声 是吧 是吧 甚至可能他吃美心西饼 也没有人提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 你问我的看法就是 我觉得民主党是会参加这一场 所谓的选举 还有都参加 有 数卖都没有了 有 为什么没有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主张参选这些人 但是 在党 他们民主党党内 已经不是一个主流的意见 可能还有 不知道多少 可能十个 可能二十个 是跟 苏日恒 梁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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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能是跟他们 同一个主张的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 你怎么这么复杂 你怎么这么复杂 你们参不参选 不是你决定 你信什么叫民主 你是民主党 你问市民 做民调 你最喜欢做民调 你就做民调 民调决定参不参选 为什么不找中庭耀做民调 你就付钱中庭耀做民调 是不是 最简单的了 过半数人 叫你们继续参加立法会选举 你们就去参加了 如果少过一半的 叫你们不要参选 你就不要参选 不过这样 你们和教协的本质 大家都是相同的了 你们一直以来 走来始终如一那种 骗够香港市民那种 就已经是大家都见有目共睹的了 你们怎么敢问市民呢 第一 第二 问到市民的意见 你都不能听的 又说给他们多少百分之 你们进临立会那天 你们当初说 延伸了一年的立法会那天 你已经告诉全香港的人 你这帮民主党 你这帮人 是什么质素的人 这个不用说了吧 是吧 大家知道的 但是 heaven said that 我说过 不想再说你们 因为你们真的 已经有很多党友 入了去受 是不是 我在现在香港 这样的政治气氛底下 我都废话事屌证你们 是不是 加上现在就算屌证你们 it makes no different 香港已经是由 决定了是由外国者去治港的了 还有由中央 由国家全面管治的了 对不对 你们还说什么呢 什么叫国家全面管治 就是你有得选 你就有得选 你没有得选 就没有得选 就算你问了 市民 到最后 到最后 你都要国家的首陷 你都要国家批准你选 你才有得选 嘩 嘩 贪琴 就是国家 你才批准你 才有得选 没有其他 是不是 所以呢 不过这样 我就觉得 你们拗什么 是不是 问市民 你们有得选 是民主的嘛 是民主党派 不止的 这场就已经开始 所谓的 即所谓的 这场这样的 选举 我不可以叫闹剧 一会又说我屌你 就是反政府 一会又拉糕我 是不是 即是这场 未来的选举 即未来的选举 已经开始 即那个 叫做 提名会 那个选业会 已经开始接受提名 是很漂亮的 涂涂涵的 即某一些界别 有110个位置 真的有110个部份 没有其他的 即是 对 没有竞争的 自然就放进去 是吧 那我觉得呢 都会是 偏向这个方向 即是没有什么竞争 即是因为 他一定要 他今次这件事 他一定要成功 这件事 他一定要搞得好好看 这场 我在这个节目经常说 在这场 是整个 整个 campaign 从2020年开始到今天 整个 campaign 最重要的一環 可以说是一场 课数 押促的好戏 是不是 他最后要摆平就是 就是这样 他要安插一个这样的 权力机关 即是这个 立法会 如果能够 扮得很好看 是吧 是吧 由所有自己信任的人 重组这个立法机关 是这个 所谓的 整治理整顿 香港工程里面 一个非常之重要 重要的一環 也是某些官员的政绩里面 也是相当之 重要的一環 是吧 就是我之前说的 其实现在做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政绩 是吧 是吧 工职 工业 就是做点数 是吧 到底某些人 会不会可以 在政治上 更上一层楼 甚至 在整个 可以去到 国家更高的位置里面 就是可能 吃足吃饭 就看这一局 争取多一片天 是的 要去公民 会有多一个席位呢 直到最好 要去公民 五区参选 反正你都要洗手 我觉得也不会 不止的 还有 新思维主席 民主党创党成员及前副主席 迪志远 就参加社福界选委 自清走温和中间路线 他表示 过去社福界受到不少政治滋擾 今届144个合资格的社福机构之中 不少为了避免牵涉政治拒绝提名 那么迪志远最终得到九个提名 他表示 虽然对选举基础减少得 但是他坚持认为 其实你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说坚持参选是因为社福界 是少数有竞争空间 你会介绍说什么 你迪志远 你吃饭 其实这些 继续说 你都真的 你问我真是很丑 你参加就参加了 是吧 你想威风而已 你要社会地位 你要做立法会议院 要人工 就说 我都说过 没所谓 你回民主党语格 你想吵你了 就出人头地 就像崇泰一样 出人头地 是不是 民主党不肯去 那你就自己去 或者直接加入与血公民 接役都可以 那家民建立 你真的可能加入与血公民 你们就去街上 要血公民 或者要血公民 就随便 做几个路波纳的女孩 又参选一番 没所谓的 你们合法 你们一定合资格的 这么乖 郑松泰这么乖 连大公民会 都 个个赞你乖 其实我最乖 是吧 那稍后再聊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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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